林凶神威啊 简直犹如天神下凡 时宇从决斗场下来了 下来后 人们无意不用吃惊的目光看着他 而认识时宇的陈洛等人 则纷纷微张着小口挤来 尤其是陈洛 知道时宇很强 但是没想到 强到了如此离谱的程度 还好 时宇平静回应 心道你们倒是会说话 虽然是古代图腾国 但是说话比现代人好听多了 这要割大学里那些预售诗 肯定又是卧槽 牛逼666 当代大学生预售诗呀 实在没什么文化 这也太干脆利落了吧 陈洛还是忍不住惊叹 他保证 自己上去 都不可能有时宇那么流畅 没什么 只是流浪时候 经历的战斗多了 时宇道 接下来我该去哪 我现在应该算是核心弟子了吧 刚才那几个长老 好像是说他合格了 陈洛道 等今日的考核结束 就会有长老来主动找你 临兄莫及 不如 为了祝贺临兄晋升核心 我们先去庆祝一番 下次一定 你们加油 我去等长老联系好了 时宇干脆利落离开 让陈洛等人愣住 擦 晋升核心了了不起呀 怎么这么孤僻 完成了核心弟子考核 时宇果断等了起来 临近傍晚 果然 那个负责核心考核的陆长老 就出现在了时宇的住处外 林白可在 他还没来得及多说 一根精神虫丝 猛然从房间飞射而出 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进入了他的体内 六级御寿师 内门长老 也算是相当核心的高层了 接下来 时宇打算借助他的身份 彻底在魔宗安稳地落脚 省得麻烦不断 至于再高一级 重重影响起来 就不是那么稳了 重重通过母皇念力 控制住他的精神后 这个陆长老当即一愣 陆长老 星号 阿巴阿巴阿巴 天才 天才啊 必须要收为弟子 片刻后 时宇不仅拿到了 核心弟子的服饰 令牌并且还成为了陆长老眼里 非常值得培养的超级天才 要不是重重时刻影响着他的决策 他当即就把时宇收为亲传弟子了 有了陆长老这个高层工具人 时宇感觉 接下来自己应该会很舒服了 屋内 时宇拿着核心弟子令牌 仔细分析起来 内门弟子 可以进入山上的秘境 帮助宠兽领悟建议类技能 建议技能 说白了就是类似威慑的技能 合龙威差不多 不过基础比威慑更强 直接就能进行缠绕 增强技能威力 赤童已经通过满级剑道意志和威慑 融合出了凤凰建议 一般的建议在学会 也只是锦上添花 重点是魔宗的超阶传承之一 寂灭建议 离开之前 得把这个学道手或者复制道手 成为魔宗核心弟子 将有机会学习六大超阶技能之一 寂灭建议就是其中一个 也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是蕴含死亡性质的建议类技能 寂灭建议的攻击下 万物生机都会被断绝 不过这个技能很难学 目前魔宗好像也只有两个超凡生命掌握 一个是魔宗的图腾守护神 一个是当代魔宗宗主的王牌剑宠 这两个 一个是图腾级生物 一个是实力不错的传奇级玉寿师 想神不知鬼不觉 复制道 恐怕不容易 不过 这个技能还不能不要 石羽很想复制来 交给赤童的灵魂化身 正好可以跟使神赠予的生灵刀相互辉应 一生一死 虽然王者复苏等技能也有几率修出死亡规则 但毕竟不是主攻的剑类技能 想了想 石羽准备 到时候直接去圣地参悟试试 以赤童的天赋悟性 万一直接学会了呢 不过现在 从陆长老那里的记忆得知 当下最主要的 还是快点成为五级玉寿师 如果一个月后到不了五级 就算有长老历见 可能也很难代表魔宗去参加事件大会 这次事件大会的参赛门槛 很可能会提升到五级 总之 等到了五级 那就是真正的核心了 在这种特殊时期 要是被长老看中 直接获得不错的资源 都有可能 近一个月后 石羽在陆长老的照料下 于魔宗内如鱼得水 因为是陆长老看中培养的天才 也没人来打搅石羽 石羽乐得清闲 对赤童进行了深入培育 首先是赤童的灵魂化身技能 彻底被石羽点到了出神入化级 和当初的超合金一样 这一次 赤童的进化剂也非常不俗 熟练度很高 出神入化级的灵魂化身 一共有四个分身 目前 这四个分身 陆续开始得到石羽的培育 一个吞噬了空心炎 灵界碎片 掌握了空间变化 化身空间之剑 一个借助在生之炎成长 不断领悟生之规则 自身化为了生命之剑 另外一个 在石羽和陆长老的帮助下 进入秘境 参悟起魔宗秘境内的寂灭剑意 因为赤童自带的强大剑道天赋 外加世界树果石 石羽仅花费了几天 根本没用去复制 赤童的分身 就自己化为了死亡之剑 领悟了寂灭剑意 至于最后一个 石羽还没来得及培养 主要是缺少培养素材 正等着天剑一记的神级云铁呢 目前 这几个分身 借助一堆传说资源 乃至神级资源 比十一的痘痘熊分身还强了 半个多月下来 赤童的进化准备工作 可以说是彻底接近尾声了 同时 石羽更是没闲着 一共复制了21个 适合赤童的剑类技能 交给了赤童各个分身 乃至融合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本体 那是因为出神入化及灵魂化身的性质 和技艺融合很像 最终 分身掌握的力量越强 融合进化时 所能合而为一觉醒的新技能 也就越强 为了赤童的完美进化 石羽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其他宠兽进化 都没准备这么充分过 这也是因为 赤童没有对应的心灵领域 并且石羽也答应了 把它进化得强强的 所以只能堆基础 堆底蕴 堆资源了 当然 每天看着亭亭玉利 非常养眼的赤童 在一技内练剑 也是石羽这段时间 为数不多放松心情的机会 另外 虽然这段时间 是在疯狂偷学技能 但是石羽本身的修炼 也没有落下 他的第二玉兽空间等级 终于达到了五级 大师级的水平 距离第一玉兽空间的等级 越来越近 原来的石羽 天天抱怨契约位不够 现在的话 契约位倒是远远超出身边宠兽数量 现在 没有了等级的空间压制 石羽也终于可以让小鸡 压压突破到君王级了 林白 目前 已经沦为自己人的陆长老 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近一个月 自己都是 在给石羽疯狂打工 宛如保姆 这是金刚河水和邪魔花 矮小的陆长老听闻石羽达到五级后 立刻向宗内申请了鸭嘴兽进化资源 跑来献给石羽 让鸭嘴兽吃下邪魔花 然后接触金刚河水 借助金刚河水的力量进化邪魔之力 如果能成功 那么便可以进化为浮魔鸭 如果失败 可能会迷失意志 陷入混乱状态 甚至挣脱契约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鸭嘴兽进化 要做好准备 好好加油 只要你的鸭嘴兽完成进化 你能契约两只君王种族 君王级的宠兽 几乎100%可以代表魔宗 去参加此次事件大会 多谢陆长老 石羽拿过进化资源 感谢道 带陆长老离去 石羽拿着金刚河水 邪魔花 陷入了沉思 还是让鸭鸭先进化一次吧 实在是她的技能兰太可怜了 这段时间 石羽也没忘记培育小鸡和鸭鸭 但投入力度 肯定没一对大 目前 小鸡 鸭鸭他们的成长 全靠一对的实验 比如 餐宝宝制造那么多 可以增强悟性的世界树果石 不拿他们做实验 拿谁做实验 因此 小鸡学会了超重剑 鸭鸭也学会了波动剑 小鸡那边还好 技能足够多 毕竟是霸主种族 鸭鸭就惨了 才是超凡种族 总共才四个技能 中阶 水之利刃 会心一击 净化 高阶 波动剑 还有两个石教授技能 非种族技能 也不知道彻底觉醒深渊之力 吞噬深渊之中 可以觉醒多少技能 但就目前来看 底子太弱了 石鸭一对还培养不过来 又暂时没空去给二对寻找契约的技能 然后融合 所以现在还是额外进化一次吧 毕竟进化次数越多 底蕴越强 浮摩压 进化机制是用进化之力 压制邪魔之力 倒是和目前压压的状态挺像 毕竟它目前也是凭借满级进化压制深渊之力 我记得 浮摩压的超阶技能 好像就是克制邪魔之力的技能 学会了这个 之后进化为深渊摩压 也能更稳一些 碾得暴走 使雨拎着资源 走入房间 进入遗迹 又是留下重重站岗 隔绝空间波动 免得有人发现 它时雨频繁静静出出其他空间 遗迹内 压压手持波动剑 正和手持超重剑的小鸡鸡站 锻炼自身实力 为事件大会做准备 好 无奈 大地的王者 呀 你想当什么王 压压一记会心波动剑砸飞小鸡 同时 自己也被震飞 轰隆隆 烟尘中 两只宠兽纷纷被震飞出去 刚刚来到里面的石雨 正好出现在了小鸡盗飞途中 它无奈之下 单手接住 举起身长十米的小鸡 随手把它扔到了旁边 砰 小鸡 Sigma 盗飞中的鸭鸭 WW鸭 果然 还是连狱兽师本人都打不过 带两只宠兽停站下来 石雨道 你俩准备一下 小鸡 你去重重制造的重力领域中 借助重力的压力突破君王级 鸭鸭 过来 进行进化突破 你俩不用再压制等级了 今天就突破到君王级 好 鸭 君王 小鸡和鸭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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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来了来了来了 先让我扫描下进化资源 明明明 与此同时 鸭鸭的大姐头素素 以及负责全队成长规划的铃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铃总担心有刁民想害他们 对于外界来的资源 很是严格认真的扫描 不过素素却是耸了耸肩 那扶摩鸭的进化过程 本来就是得吃毒药啊 可以 虽然进化材料菜了一些 但是对你来说足够了 领道 鸭锦号锦号锦号 鸭鸭表情悲壮的 捏碎邪魔花的容器 一口将花塞入鸭嘴 嘎嘎乱嚼起来 面对一堆人的注视 下一刻 邪魔花的邪魔之力 化为一股波动 侵蚀向鸭鸭全身 但是 根本还没来得及 接触金刚河水来对抗邪魔之力 这股邪魔之力 直接在鸭鸭强大的意志 以及丰富的对抗 深渊之力的经验下 直接被降服 全身被邪魔之力包裹 鸭鸭表情毫无波澜 鸭 就这 林 别疲了 激活一些深渊之力 融入邪魔之力 然后接触金刚河水 鸭 文言 鸭鸭点了点头 下一刻 一颗深渊轮回痘 被她拿出 吞入腹中 同一时间 鸭鸭捏碎了 装着金刚河水的瓶子 金黄色的水流 顺着她的手臂 开始向全身流淌 自身的净化之水 这一刻 也弥漫微弱力量 刹那 鸭鸭身上 先是出现了滔天的魔气 紧接着 波光淋淋下 一股如同佛陀般圣洁的金光 开始与邪魔之气相停抗礼 鸭 鸭鸭的大叫中 霸主意志爆发 她的能量值节节攀升 10W 20W 50W 100W 最终 鸭鸭的能量值 停留在了200万 时宇很意外 因为浮墨鸭不过低等君王种族 鸭鸭技能熟练度 又没那么高 进化后能量值 能有这么高吗 应该是霸主意志和深渊之力 进化之力 强化了进化效果吧 就是可惜 只有一个超阶技能 不过哪怕这样 自家浮墨鸭 应该也不是低等君王种族那么简单了 感觉可以评为准霸主种族 金色进化之光笼罩下 鸭鸭的身躯 也达到了近两米的高度 蓝色的皮肤 已经全身消失 取而代之 是一个浑身如同金水浇灌 颜色如同金刚大佛一般的彪悍鸭子形态 鸭 鸭鸭金刚怒目 威慑霸气流露 手中金水萦绕 一个储形态的武器 被它凝聚在了手中 技能 伏魔储 等级 超阶 属性 谁 介绍 介绍 可以断除各种罪恶 摧毁形形色色的邪魔之力的武器剂 名称 浮魔鸭 属性 水 种族等级 高等君王 准霸主 成长等级 君王级 种族技能 中阶 水之利刃 出神入化家 会心一击 出神入化家 高阶 新剑入门 超阶 浮魔储入门 教授技能 中阶 进化 寂静呼道 高阶 波动剑 精通 威慑入门 好 此时 打量着看起来圣洁无比 能量波动 看起来比自己想象中更强的压压 小鸡微微沉默 这么猛 而素素 对于压压的浮魔压形态 看起来不是那么脏脏脏了 非常欣慰 宁 值得鼓励 压 此时 压压激动 兴奋地跟食语 素素他们 展示着自己的力量 除了浮魔储 还有一招新剑 技能 新剑 等级 高阶 属性 精神 介绍 刀斩肉身 心斩灵魂 新剑可以斩断自我 敌人的七情六欲 压 压压看向了小鸡 表示自己可以辅助他 锻炼逆鳞技能 新剑可以压制怒火 快速提升密林熟练度 但前提是 承认陆地也是大海的地盘 好 爬爬爬 我这就去突破 突破完再打 面对此时咄咄逼龙的鸭子 小鸡感觉很有压力 扶摩鸭 明华地区特色宠兽之一 倒是有些向福道 时宇道 好吗 二队这边 又来个扶摩同修 虽然进化得有些波澜 但是看到 压压顺利觉醒了 新剑和扶摩处 时宇明白 他之后融合深渊之力 掌握深渊形态 应该会更顺利了 起码不会轻易被深渊之力 迷失心智 好好好 压压这边进化 突破完 小鸡也斗志昂扬地 跑去了重力区 奶奶的 看到压压进化突破后 有点不一般 小鸡觉得 光重力的压力可能还不够 他要跟重重申请重力 与岩浆一起洗礼突破 卷死鸭子